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我们这个毕掉长时间没有清理的话,它会导致我们毕掉原料供料不足,会导致点净的效果不好,所以我们要定期的清理 清理这个毕掉的滤网,就是保证这个原料它的流动更顺畅,因为这个原料里边时间长的话可能会有小部分的结晶体,然后阻塞这个滤网 现在我们清理用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保证这个电机是关闭的状态,如果电机是关闭的,我们就可以直接开,现在电机在转转,我们就需要先把这个电机给关掉 现在我们关闭这个A轴伺服这个控制,把fc关掉,关掉之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电机现在是不转了 现在电机就不转了,然后现在A币料都没有转 现在不转的情况下,我们就可以来清理,我们现在来清理毕掉桶,首先我们把这个开关给它关掉 然后防止这个料往下边流 然后我们首先要戴好手套,戴好这个塑料手套,防止这个胶到手上 然后我们准备好麻布,放在这个下面 然后把这个这边直接打开就可以了 我们可以看到有料流出来 因为B料遇到水之后,它会变质,会结晶 所以我们要不要去拿这个滤网直接接触水 我们可以直接把它擦干净 然后最好的话用无纯布擦干净 然后如果这个里边有这个结晶的黏头状的颗粒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用刀片把它刮干净就可以了 然后尽量的话不要去直接接出去水 然后再擦拭干净,里边擦拭干净 如果结晶严重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泡一下清洗 但是泡过清洗之后,它这个小孔就容易堵上 堵上之后我们就必须要保证这个清洗的孔是干净的 然后我们可以对着有光的地方可以看一下这个滤网 可以看一下保证它没有残渣之后,这个孔都是通的 然后我们才可以重新的装上 这个主要就是给它刮干净,然后看一下就可以了 不要接触水 然后这一部分我们把它擦拭干净 然后这里擦拭干净 然后我们在上的时候要在这个地方涂点凡士林 就防止它残留的料,下次会有结晶 然后我们直接用这个凡士林直接涂抹一点就可以 涂抹在这个最边缘的外径处 最外边这一层 涂抹一点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把这个套上去 然后注意它上面这有密封垫的 这个一定要放正之后才能拧好 不要抢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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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